菲姐 好久不見 妳還記得我們第一次 出外景的時候吃什麼鍋嗎 記得... 是花甲謝鍋對不對 那有沒有發現 根姐的出外景都是吃好料 那我告訴你 真的... 所以今天姐姐 又要帶妳去吃另外一種鍋了 又是鍋 可是大白天吃火鍋 覺得不好耶 妳這樣講就不對了 妳知道這家鍋非常的有名 它是正宗東北的酸菜白肉鍋喔 酸菜白肉鍋 我聽到沒聽過 妳沒有聽過 可是這家超有名的耶 它除了酸菜白肉鍋有名 它的東北特色菜 也聽說非常厲害耶 真的嗎 感覺超順點 讓妳趕快去吃好不好 趕快跟著姐姐走吧 走 位於吉林路的這家酸菜白肉鍋 老闆就是道地的東北吉林人喔 酸菜火鍋以及許多特色菜 都是用東北的傳統作法 味道非常的道地呢 因為我剛剛有其實仔細的看過一下 那個肉啊 就是肉片上來講的話 切起來特別的薄 而且它的油花分布呢 是瘦肉多於肥肉多 所以吃起來是不是比較不會胖啊 老闆娘 對 比較OK 因為這個味道肉鍋 我們已經會觸碎了 這個酸菜好特別喔 感覺不會那麼油膩 不會那麼太油膩 因為我們的酸菜是 按我們自己家的醃製方法的 我們的方法醃製的 是自然發酵的 就是這個酸菜 讓剛開始清淡的湯頭 隨著時間慢慢的轉為濃郁 多了點層次感喔 菲姐妳在幹嘛 我在做筆記 很乖 果然是我們小廚娘的風範 小廚娘的精神就是這樣 有沒有 做筆記 要不然PK賽被人家PK掉 真的 是不是 不要吃一間雞雞乖乖的東西 對啊 太可憐了 火鍋裡的白肉 豬丸子 金針花等 個個都讓人口水直流呢 而過外的東北特色菜 也是來這個店裡不能錯過的喔 我覺得這個肉好誇張喔 它其實味道吃進去以後 它已經有點骨肉分離 因為它吃得說很好咬 而且我剛好有看到這個 QQ的 這是 這個鑽粉 這個鑽粉是綠豆粉鑽的 它有綠豆粉做的 它不會黏在一起 耐露 這個好Q彈喔 就是不黏牙 而且它其實有把醬汁吃到裡面 其實很入味耶 好Q彈姐姐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這是賽狗肉 賽狗肉 放心 店裡絕對不會有 掛羊頭賣狗肉的事啦 這賽狗肉 其實是用豬心做成的涼菜呢 看起來甘甘的 可是吃起來就是很嫩 然後就是很好咬 好香濃喔 它煙燻的味道 整個在嘴巴裡面散開 然後再加上 後面應該是有乳酪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入味 好順利的一道菜耶 好香 好... 好想立刻來一瓶啤酒來配著 涼菜還有著老虎菜 也是菜如其名 又辣又爽口 既是功夫菜也是下酒菜 但是提醒大家 開車不喝酒 喝酒適量就好囉 其實店裡還有很多好吃的料理 而且有種家的味道 建議大家來著吹冷氣吃火鍋 也是很棒的選擇喔